嗨大家好我是小陈老师 今天和大家聊聊的是竹片的使用的这个顺序 那这个号码我们都知道越大的竹片越硬 那刚开始学的学生呢我都会建议他 整合的竹片呢最好是有三种不一样的号码 但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购买竹片的时候很困难 因为毕竟一盒竹片十个十个号码都一样 那你如果拆散的话变成店家会不好卖之外呢 可能那个观感可能也不是很好 就是这个被拆过的这个样子 那通常我在给初学的学生在学习萨斯丰的时候 我都会给他同一个系列或者是同一个品牌 三种不一样的硬度 那告诉他说你在这个时间内呢 你可以从这个号码可以练到这个号码 例如他从二号练到二号半或者是三号 所以呢这一盒里面竹片有十个的话呢 就是三加三加四或者是四加三再加三 那如果这个竹片的号码本身特别的软 或者是某些的一刀式的这种竹片的特别软的时候呢 我就会给他从二号半三号或三号半 这样子把它加上来 那通常有些同学呢在学习萨斯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我学了好久 我都坚持买同一个号码 其实你学了很久啊 从刚开始学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一直都用同一个号码的话 代表你身体可能没有控制到某些的启动肌肉 因为你这些肌肉如果控制得到的话 这些号码其实很快就过去 那你如果是有一个比较专一门的训练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些初学的号码 可能你用三片或者是四片可能就跳过去 有点像小孩子在穿鞋子一样 他很快的脚就变大 那很快脚就变大的时候 你这个号码就一直要不断的往上增加 那你如果学了很久呢 你会发现我学了一段时间 都跟我吹第一年的或者是第一个月的 主片的号码是一样的话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挣到对的肌肉呢 再去推动这个乐器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概念 不代表说我从头到尾要吹一样的主片 那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先了解这个主片的三个号码 有哪里不一样 我的目标在哪里 朝这个目标迈进 那你过来就是要很了解 我身体的哪些这身体的肌肉 需要控制这个吹嘴 那推动这个主片的时候呢 我的长度如果越强 我的嘴巴就进步的越快 那有点像说我们在健身房 我们练了哑铃 不可能说你练了两年三年 你还是拿那个最小那个 可能就要检讨一下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 那如果快一点的话呢 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 就可以换一个号码 所以这个概念有点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用竹片的这个顺序哦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